大家好,歡迎收看《一語道破》 上個星期,美股升得多厲害 因為一堆金融股公佈業績 全部的業績都相當亮麗 這一節,我們要講講 如何靚仔法,可不可以持續 上個星期,道指整個星期升了1.58% 這是6月以來最大的單週、單星期的升幅 S&P升了1.82% 是7月23日以來最大的升幅 即是一個星期最大的升幅 NASDAQ更厲害,升2.2% 好了,我經常都說魔鬼在細節之中 是不是真的那麼靚仔呢? 其實做生意 我以前教學生都是三個英文字的 第一就是資金,即是你一定要賺錢 第二就是量,你能賣多少東西 第三就是持續性 即是你是不是可以持續性地做生意 因為每一樣東西都有一個生命週期 人都有,產品都有 做生意你都有一個生命週期 有些中小企,以前內地的中小企 我教書的時候 那些生命週期是兩到三年 一開檔兩三年就腰折就沒有了 現在好些 現在我相信那些企業最少到十年八年了 你看看有些大的企業 他們的生命週期到現在還持續 起碼都五、六十年了 可可樂、麥當勞這些 好了,那些銀行怎樣做呢 就是傳統的銀行 例如摩通、J.P. Morgan Ban America、美銀 Wales Fargo、虎閣、City Bank、花旗 即是這一堆我們稱它為傳統的銀行 因為這一堆我們稱它為Deposit Taking Bank 即是它們收存款比較多 另外也是銀行 因為在金門海嘯之後 它變成銀行之前它叫Ibank 即是投資銀行 就是高盛和大摩 Morgan Stanley 我們講講 例如高盛 它第三季的純利 大概是54億美元 同比增加了六成 因為同比上一次只有34億 市場預期37億 也升了很多 但是它Ibank的收入 即投資銀行的收入 就是佔了差不多六成八 有37億的收入 即是54億裡面有37億是Ibank的收入 大摩的淨利潤就是大概37億 那麼Ibank的收入 就去到29億 即佔了它五十多個巴仙 好了 它們的收入絕大部分 其實就是來自我們稱為費用的費用收入 甚麼費用呢 第一就是M&A 即是那些拼購的收入 第二就是Advisory 即是你做一些顧問的業務 這兩行已經佔了差不多四十多 四十六個巴仙的Ibank的收入 還有當然IPO 即是上市包銷 加上我們叫SPEC 大家都有 經常都聽香港是否搞SPEC 新加坡 這種SPEC意思是一個特殊目的收購公司 在外國人來說 我們叫Blank Check Company 給你一張支票 這四大行 過去那九個月已經為整個行業 Ibank 就帶來接近1,100億的收益 很厲害 當然就不只是Morgan和高盛去分 一定是還有一堆銀行 他們都有Ibank的部門去分 傳統銀行剛才都說 Depository Bank 即是香港的匯豐、渣打、中銀、恆生 這些大量的存款 他們收入其實不多 反而有些可能會跌 跌會令到市場怎樣養呢 我們稍後再講 剛才說傳統銀行 即我們叫Depository Bank 即那幾間大銀行 即是美銀、JP Morgan、City 以及Wheels Fargo 他們的利息收入不升 有些部份回到跌 即利息收入減少了 他們自己本身都有Ibank的部門 美銀都有美銀 即是他們去搶很大的那塊餅 即是那塊Advisory、IPO、M&A 即是那塊餅 當然他們還有其他的收入力 Credit Card、信貸的收入 有些Wealth Management、財富的管理 還有一些個人理財 還有就是借錢給別人的債券 或者是股票的按揭 因為他們有大把錢 大把Deposit 所以借了出來 這樣才能夠照顧 那你最主要來自甚麼呢 大家好,我是王冠一 每個人都叫我王Sir 現在加入我的Patreon 就可以率先知道我獨家對市場的分析 Patreon會員將會享有專屬限定內容 每星期的獨家影片和文章 為你分析環球投資市場 還會以宏觀角度 對股市、外匯、債券 商品、資源等市場 作前瞻性的分析 每月直播 我會和侯天和師傅 輕鬆暢談環球經濟 和玄學的知識 還可以用會員優惠價 參加我的Webinar 小小的付出 隨時為你帶來意想不到的回報 立即加入我的Patreon